评论 像我现在也很喜欢去评论每个地方 那会点一个赞 点一个几颗星 如果说量够多的时候就不容易造假 然后速度 资料的这个输入的速度 其实非常的快速 所以产生的速度 不断不断会有一些新的资料出现 另外的话还有所谓的多变 所谓的多变 那这个部分的话 除了这三者之外 就是量要大 速度要快 变化要多的 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真实性 variety这个部分 那当然一般称为这四个 那大数据必须借由计算 这个对于那个资料进行统计比对解析 方能得到客观结果 那这中间当然有一个所谓的统计比对分析 那这个统计比对分析该如何去做 这个部分也是个重点 其实就主要是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也是我看到 它跟那个Excel VBA之间可以连接的地方 因为现在的工具其实蛮多的 像刚刚有提过R或Python 或者VBA等等的 那当然我觉得最简单的还是在用 所谓的VBA部分 那所以在美国在2012年就开始这个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 2万美金去做什么事呢 做那个大数据的开发 那因为欧巴马觉得说他这个是未来的石油 那也就是说既然是石油 那就有开采的价值 这个部分的话不是天然的 是人工产生的 所以对台湾来说 这应该是一个利多 也就是说如果台湾能够在集中火力 去对于这种大数据部分 多花一点心力的话 我觉得未来是还蛮有可看性的 那这个部分后面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图 我是从这个维基百科上面结下来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还有一个刚刚的一个对照图 一个量 量跟速度 种类 还有就是对错位置部分 那其实就像那个种类的部分 尤其第三个 这个第三个种类部分 其实如果用我们传统的Seql的资料库 去处理这么多量种类形态的资料 有的时候会发生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大问都是先规划好 它的资料形态 再把资料放进去 可是大数据有一个问题 它其实你也不知道说 它可能产生的资料 是哪一种资料形态 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问题了 你如果给的大 它放进去小小的 你给的小 它又放不下 这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VBA有个特性 因为VBA第一个 它宣告资料形态的时候 它甚至可以不需要宣告 那没关系 你不要丢进去 丢进去之后它自己判断 而且它的资料量够大 那早期Seql VBA 它不堪负荷的原因是因为 早期的RAM 记忆体太小了 以前的RAM 我记得最早用过16M8M 反正非常小的RAM 那时候Seql一转起来 如果你质量一大 或者是一多的时候 就很容易什么 当时当 那现在Seql VBA 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现在RAM够大 像我想像这种电脑 随便插应该至少会8G 16G 所以一跑下来 你即便质量多的时候 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未来在处理资料上面 假如用在用VBA来处理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再来的话应用的范围 这个部分有这么多 用RFID感测器 等天文等等各方面 也就是基本上 各个领域的研究 其实都适用 当然如果你可以取得相关的资料 利用一些搜寻引擎 取得一些像通行记录明细 然后军事侦查 或者是说一些社群的网络 通行时间预测等等的 可是问题这问题就来了 你要怎么样快速的去 找到你想找的资料 所以在传统的 Seql的资料库里面 会有个查询的语法 可是如果你用什么R 或者是用其他你要搜寻 好像又会有是一个问题 所以假如说我要快速的 查询的资料的话 那用Excel VBA该怎么做 那我最近好像在我部落格里面 有提供了一个利用VBA 快速做一个查询系统的一个分享 里面假设我们有一个大数据产生之后 你几乎不用做任何事情 只要有一个参考的范例 查询系统的范例 直接把那个程式贴上 你马上就可以产生一个查询系统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等一下也会做个说明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再来的话 OK好利用范例 其他的话像在政府一区量资料打击犯罪 预防犯罪强化国安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在美国有些那个电影里面 应该各位常看到 就是像那个人脸辨识 基本上已经非常成熟了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可以打击犯罪的话 是不是可以透过 像那个监视系统 假如说今天有个罪犯 可以比对什么呢 比对那个 比对他的人脸 那如果说他出现在公共场 就是某些地方的话 可以其实可以马上可以 就是去把他抓起来 其他像什么车牌辩识 我想这已经很普遍了 所以其实用在那种政府打击犯罪上面 我想应该也是非常的有帮助 所以这部分的话当然也是一个趋势 其他的话像预测什么天气 像预测股价预测健康 这部分我想也是有非常多的历史 OK好 其他的业界使用这大数据的话 当然不外乎Google Google有个历史 就是他可以比美国的机关局 还早两周知道流感爆发 也是非常的 这个历史我想蛮多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还有像各个一些大的企业 这应该大家应该不陌生 其他的话像我刚在巨量 在成功案例里面的话 像流感的预测 或者是阿里巴巴消费数据 转为企业获利 那也就是说他有一些数据 他可以藉由分析之后知道说 哪一些东西是他可能可以的一个获利模式 其他还有像电视新闻 或者是百度利用大数据 去观察大陆在过年的时候 人口迁移的行为等等的 其他还有像开放资料 这开放资料部分的话 也是我后面会取个例子 比如说网路上面政府开放大量资料 那你要怎么样去取用 并且可以快速的帮我们做出一个查询系统 其他的话还有类似像金管会 网路上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那其实金融的从业人员 我发现来学习像上午的那个VBA课程 很多其实是需要怎么样 他可以自动的去像金管会 自动去把那些相关的资料抓下来 自动的帮他做分析 那这部分当然也是有其必要性 那其他的话要注意的就是 几个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资料量要够大 也就是说我刚刚强调的量会比值来的更重要 以前的话是要值不要量 现在是刚好相反 那所以你要必须用什么方式 可以产生大量资料来做出统计 才会有比较客观的这个结果 OK那找出相关性 而非因果关系 另外像地理位置 情绪或者是说社群图谷等等的 看似漫无用的资料 其实如果你经过分析之后也有它的用途 那其他的话还有这个 像那个巨量资料思维 小公司也能靠创新的点子自胜 还有像小新资料独裁 那其他的这个是从那个大数据里面 这本书出出来的 OK 我大概就举几个例子 因为我的重点比较强调是在 就是怎么样去处理资料这个部分 那这也是我的专长 那有些地方也许不是我的专长 可能就可能 也许有些地方的话 如果有一些 就是错误部分的话 那欢迎各位可以指正 OK 那首先的话 后面我会举比较实际的 像开放资料里面 如果你Google搜寻 那个开放资料的话 那第一名一定是 内政部的试驾登录 那试驾登录里面的话 假如说你找出这些资料 那你要怎么样 针对这资料做后续处理 可能是我比较 关心的课题 因为我一般实际上 还是针对基本的资料 尤其这种大量的数据 那怎么做快速的处理 比如说它可能分散好 好多个档案 那我可不可以按个按钮 自动全部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第二个合并在一起之后的话 那我没有办法快速的 把它做一个查询系统出来 让它可以让人家很方便 可以查出 它家里附近的某个地段 大概要花多少钱 真实的交易金额 大概是多少 这个大概我比较乖 另外第二个 如何快速的去 Google的股市资料 而且你每天都会 在重新双的股市资料